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少奇 最近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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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丝小伙伴给少奇推荐一个可以打苍蝇的枪 打苍蝇还需要用枪吗 后来我在网上一收才发现 这个玩具在网上还是特别火的 尤其是在国外 它的发射的子弹不是普通的那种BB弹或者水弹 它发射的子弹是实用盐 一扣的板击 盐出来 散发出来 打到苍蝇的身上 把苍蝇打死 散落一滴的盐 然后一扫或者它就自动融化了 既然粉丝想看 少奇也比较好奇 现在给大家买过来 快递还是挺大挺成的 拆开 我买的是最新款3.0的 这一个小家伙150块钱还是比较贵的 给大家离境看一下 它这个标志上就画了一个苍蝇 下面都英文咱也看不懂 3.0版本 之前的卖的都是2.0 专门挑了一个迷彩色 看它这个一侧也都是画的小苍蝇 带了一包东西 一个灯 这个应该是瞄准器 扳手小螺丝 再拿起来 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 而且它这个塑料的感觉非常好 外面是一层光滑的 做的迷彩色都很鲜艳 这个是不用垫的 直接里面像气枪一样 这个地方是加湿盐的 这样一扣上来 把盐倒在这里面 盖上盖子 这边像气枪一样 往后一拉 再推回去 这边一个按钮 往前一推 前面放个东西 它就有气了 它要把这个地方凹的进去 就这个头子里 你不放盐 它就喷气 我们先装点盐 弄两个水果 用盐打一下 看什么状态 太久没做饭了 盐都有点潮湿了 明显的看得到 上面被打出水了 很细很细的 那这边就没有 盐的一瞬间特别快 都看不到盐跑哪里去了 也可能是我这个盐比较潮湿 我们还是到室外去看看 看看它打真正的苍蝇什么效果 go 我们昨天用的那个食盐 已经开封过很久了 所以说到里面之后 往外喷射的 没有力气 又弄了一包新的食盐 放在里面 这样它不会潮 会把所有的盐 能够顺畅的喷出来 这样戴默默的就没有问题了 要多了 这边我弄了一个补苍蝇的机 感觉效果会比 我的打苍蝇枪还要多 外面这个苍蝇它不进去 我们把它干掉 打死了 这就是你刚刚打死的那只吧 没死 打到了但没死 还会动 给它切一刀 这边也一个 这边也一个 打到了 一招致命 能把它打 打得不能动了 但是应该还没有挂掉 它还在垂死 还在动 再来一场 你好残忍 还在动 你怎么就针对它 还没死 还在动 打到了 掉这里面 这上面 用刷苍蝇的可以保证它生命的完整 而这个就把它干惨了 打下来了 看打下来了 飞不了了 再补一枪 我看看挂了挂了 这里挂了 打进去了 打进去了 快快快 打进去了 再补一下 哇 死了 死了 可以了 再来一下 一管银打了好多苍蝇 还这么多 这个好省子弹 就是有点累 就是有点累人似的 每拉一次要往前推下 上下 还 对人家的死苍蝇又不雷香 你这是无敌了 没有对手了 上战 副祖兵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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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